上個禮拜的那個影片 也一樣把它放在我們的論壇裡面 那如果各位要複習的話 可以直接連結這個完成影音 上個禮拜的那個連結好像貼的時候有多一個換行 那可能要自己再把它接上去 一樣還是可以連結過來 然後上個禮拜的話呢 主要我們講了幾個重點 包含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在VBA或者Sale裡面 做一些邏輯判斷的話 當然在Sale裡面用一幅 一幅的話呢 它最多可以用七成的這個巢狀 也就是說你可以一幅再一幅再一幅一幅 裡面的話可以做七重 不過基本上呢 你做多重的話 在一個公式裡面要有這麼多的一幅 其實也相當容易做錯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像比較複雜的邏輯判斷 基本上我們還是用VBA來完成 那這個邏輯判斷非常的重要 一般的話呢 會配合回圈 也在回圈裡面呢 做很多的邏輯判斷 那比如說的話我們今天呢 也許延伸再來講 那這部分的話呢 跟我們這個期中報告 其中很有關係 也就是我們將來會有一個其中的 理論上是報告 然後我想說給各位做一些題目 那另外的話學校也要徵詢 就是說到時候的話我們這個 最後是不是應該做一個專題 這個專題的話其實可以 有點像辦一個類似比賽 就是大家學校只要修這類課程的 跟城市有關的 然後許是不是可以提個專案 然後呢大家就是再做一個評分 取出那個等於是最 作品最好的 OK喔 頒個獎項 好像學校是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思考啦 OK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辦一個比賽類似這樣的 OK喔 那讓大家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目標啦 去做這個什麼樣的類似應用 那其實現在這種 有關大數據分析啦 或者是AI人工智慧 這當然已經是一個 必然的趨勢了 應該也回不去了 所以如果說 你們在以後就業 為就業做準備的話 那當然喔 你就應該要了解一些 那當然 可是要方向有沒有 什麼樣的素材喔 這邊的話提供給各位 比如說像 我覺得比較容易取得的話 也許你Google的時候 你在Google上面 你可以打一個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的話呢 就open data open data的話 現在已經趨勢了 很多政府的話 開放資料的話 就開放政府 OK 那你會發現呢 這邊當然有 政府的開 第一個連結就是 data.gov 點tw 但如果你點tw沒有的話 你會發現呢 你data.gov的話 那會連到美國的那個 open data OK 那點tw的話呢 就台灣的這個相關的 open data OK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你點擊進來的話 你會發現喔 目前大概有幾萬種的資料 有這麼多的資料 那全部 總total的話 全部的資料集喔 其實包了萬項 舉凡所有 你會發現 各部會 或者是各地方機關 然後呢 主題類啦 等等的話 這麼多 它總total我印象中 好像有幾萬 總共四萬六千七百零九種 data OK 那如果說以那個分類的話 大概這邊有一堆喔 另外的話 當然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檔案格式啦 其實一般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從檔案格式裡面去找 那你可以看出來喔 目前 格式最多的第一名 大概是CSV 那CSV的話呢 基本上呢 是直接可以用ECL開啟的 那為什麼用CSV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 可能跟這個ECL 或多或少 有那麼一點點關係 那其次的話 還有什麼 ECL這邊也有啦 不過ECL的話大概 在ECL這兩個應該 這個是舊版 這個是新版的格式 所以這幾種加在一起喔 大概應該已經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啦 OK喔 所以喔 你們可以找這裡面的資料 來做一些練習 那我這邊的話呢 提一個方向喔 就開放資料 假設說喔 我們現在在台北市啦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在台北市這邊 台北市本身也有一個資料大平台 如果我想知道幾件事啦 比如說我想知道喔 到底那個 台北市的哪個地方的切到案件喔 這個最多喔 欸 那大家的話呢 你會不會按你打個切到 底下的話它會 當然底下會列出來喔 分別是什麼 住宅 自行車 汽車 機車 等等的喔 你可以把它搜尋一下 那台北市的資料大平台裡面的話 目前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住宅啦 自行車 那當然如果說我想知道說 哪一個 哪一個區或哪一條路上面的 治安最差 欸 那怎麼知道 當然呢 因為台北市已經open data了 所以喔 這個我想理論上有一定的公正性啦 它也不可能亂 這個 這個資料亂放喔 所以呢 也許你可以點擊這個資料 然後點擊之後的話 它會告訴你顯示更多喔 它會跟你講說 這些相關的資料 來源等等的 OK 那如果說你要下載的話 這邊有個下載 那下載 你點擊的話呢 目前大概5000多次下載 其實不算多耶 用的人 那你可以發現 它104年的1月 到109月喔 這相關資料 而且是一個CSV檔 有沒有 它點CSV 在資料上顯示一下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副檔名沒顯示出來 檢視裡面 你可以把那個副檔名打勾好了 檢視副檔名 那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是一個CSV 那你會發現的 CSV 它的圖示喔 會用Excel 也就是說 其實喔 如果是CSV檔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理論上呢 你就直接可以用Excel開 當然或者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LibreOffice裡面也有 對應的四川表可以開啦 不過我們用Excel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可以把 它問你說以後要不要等等的 OK不要啦 OK 就這樣 那你會發現呢 它提供給我們幾個資料 要把這幾個 總共五個欄位 把它選起來 點兩下 把它欄寬調整一下 那你可以發現喔 從104年民國啦 等於2015年嘛 OK喔 然後呢 發生的時間 在哪個地方 當然它這個地址喔 因為有個資法的關係 所以它沒有那個很精確的 它大概有點像實價登錄一樣 發生那個案件喔 是在什麼呢 在什麼萬美里的這個萬寧街 而且是1到30號 但不是說1到32都失竊喔 就是1到30號其中有一家 失竊OK 那如果說我想知道 到底喔 台北哪一區喔 因為台北有文山區 信義區 中山區 那哪一區的治安最差 嗯 那Ctrl向下一下 這邊總共提供了 3040筆資料 OK 3000多筆資料 那也就是說喔 其實你可以發現喔 如果問說 到底台北市的治安好不好 對不對 其實這個指標嘛 也就是從104年1月 到10 就是今天為止喔 OK 它總共發生 3000多起的住宅切到案件 所以算起來的話喔 總共的話喔 你看104到 今年為止啦 總共6年的時間喔 那平均下來 一年大概就500件案件 一天大概就是一件多一點 不到1.5件好了 OK 那實際上算起來 這麼大的台北市喔 一天只有一個 一戶發生出來 其實算起來應該算 治安算好嗎 應該算非常好了 有沒有 OK 那當然呢 撇除說如果有那個什麼 痴案的問題啦 理論上這個當然 應該是還蠻可信的 那如果說我想知道幾件事情 第一個 到底哪一區的 住宅切到案件最多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我想知道喔 到底哪一條路上 OK哪一條喔 不過你會發現喔 哪一條路喔 他這個地址的結構 你可能要分析一下 因為他還有 哪一條路 有沒有 這個是 忠孝東路這個當然就是路吧 他還有街 另外的話他還有什麼 市民大道還有道 有沒有 所以有 有可能有路 有可能有街 有可能有道 那這些東西你要把它什麼 塞出來 如果說你沒有把那個欄位 塞出來的話 那你將來呢 你就沒有辦法做你要的報表 比如說今天老闆要說 你幫我統計一下 到底 也許你是做 有關 房屋仲介的 老闆說你統計一下 台北市到底哪一個區 那個 失竊率最高 哪一條路上 失竊率最高 你告訴我一下 那當然這個地方有 有data了嘛 第二個的話你可以在這邊 先插入兩個欄位 為什麼兩個欄位呢 因為我想知道兩個訊息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兩個訊息的 資料的話 那當然喔 你就沒辦法做 這個報表了 OK所以喔 第一個是我需要區 那區比較簡單 第二個是我需要什麼 哪一條路上 可是路喔 之外還有小一點的街 另外還有哪一個 哪個市民大道 有沒有 所以呢 你可以給兩個欄位好了 所以待會 請各位第一件事情 先去抓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 這個住宅切到案件點 我們拿這個資料來做練習 那如果我說我今天需要知道哪一區的話 其實區好像比較簡單 你會發現喔 區的位置剛好在第幾個字呢 第四個字 有沒有 台北市 第四個字 第五 第六個字 4到6 那4到6的話當然 因為它在中間嘛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數 用之前用過的文字函數有沒有 用什麼 用mid函數就可以了 mid函數 然後test給它 star number的話 第幾個字呢 1234嘛 區幾個字呢 連區都三個字還好 它不是說有的三個字 有的兩個字喔 可以按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當然這個喔 區的部分應該就OK了 其實這一題喔 我覺得最難的應該是哪一條路啦 因為為什麼 有點麻煩喔 第一個喔 如果我要切這個字的話 之前我們講後刮斧嘛 類似後刮 後刮斧的位置喔 一般都一樣都後刮斧 可是呢 那以這一題喔 有點像那個151那一題喔 後刮斧要把它改成 要不就是路 可能第一個 要不就是接 要不就是到 總共可能喔 至少會有三種可能性 那前刮斧的話 前刮斧部分的話 應該像什麼 特別是喔 它又有很多的 特殊的案例喔 它前面有可能是什麼 有可能是里 有沒有 從這個里的後一個字 有沒有 然後呢 有可能是什麼 像這個是 這個是里 但這個的話就不是 這個是區 有可能是前面是什麼 有可能什麼什麼里 什麼什麼路 也有可能什麼什麼區 的什麼什麼路 也有可能什麼呢 你看看底下還有啦 還有一種可能性 什麼什麼零有沒有 幾零 這邊有個什麼 有沒有 一零 所以喔 前面的 有點像前刮斧喔 它變成說它有 至少三種可能性 要不可能是零 要不可能是里 要不可能是區 而且喔 那個區跟里跟零的順序 一定是里 一定是零 零會是在最靠近 所以你如果做邏輯判斷的話 那可能你要先判斷什麼 你判斷 區一定都會有啦 一定要判斷什麼 先判斷零 再判斷里 再判斷 區 所以喔 如果假如說我今天需要什麼 把這個裡面的這個街道 做出來的話 當然不是叫你塗法鏈鋼喔 如果說不會 函數或者不會 VBA的話 可能就是這樣 Ctrl-C Ctrl-V 有沒有 這邊點兩下 Ctrl-C Ctrl-V 那這樣的話 這三千多筆資料 做到什麼時候才完成呢 所以有的人做報表很快 為什麼 因為會懂的一些方法 但不會的人喔 可能就塗法鏈鋼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一 請你先找開放資料裡面的 台北市的這個資料大平台 進來之後的話呢 找一下喔 它上面有搜尋 找一下這個竊道兩個字 那會找到有關那個 就是 找一下住宅 住宅竊道案件點 當然啦 這個做完之後 各位也可以變化一下 如果你想知道說 到底喔 這個 台北市的汽車切到案件 嚴不嚴重 OK 欸 這汽車一堆嘛 會不會每天都有失竊 會不會失竊很多 OK喔 不過我後來發 這個我有把它嚇了 我發現 欸 我也嚇一跳 哇賽 台北市 數字 數字你們自己去看一下喔 賣個關子 你們自己去了解一下 還有呢 自行車也 欸 自行車到底哪哪 稍微多不多喔 其實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請各位先開啟喔 並且呢 打開之後的話 增加兩個欄位 然後呢 試試看喔 先把區先抓出來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謝謝